我也来了 那您看看这屋里还缺些什么 我让崔薇记一下 明天去置办 缺些什么 一时半会儿怎么知道呢 今晚得在这儿且住住 多用用 多看看 我才能跟大娘子回报呢 若是都置办好了 不用操心的 咱们回去吧 大体都好了 若 若要是要缺什么 也都是些琐碎物件 侯爷留着帮着看看吧 就当是您和钱娘子的 洞房花烛了 若是一个人家的 侯爷 已经要三更了 安息了吧 石头 已经三更了 我怎么没听到人打更啊 正屋那边喊您来话 谁问你这个 小的也没有听到 看到打更的声音 正屋那边也没来话 大娘子 听说家里三更屋里 又多了一个人 三个个的事以我何干 听说是三娘子 替三更放的人 说是自己不变了 甚至 上次见他 他还康见着呢 这就生病了 我还没泡完呢 不是生病 是我身孕了 君字 他也听说是个人 他还没泡上 他要泡上 他还不泡上 你也是个人隔壁的 包括三个东西 你也没有泡上 如今还没有动静 为什么就要替侯爷置办人呢 从来妾室分三种 外头聘的 旁人送的 家里养的 这孤老太太 当着面塞人 我就是当个善渡的名声 一口拒了 那终究还是侯爷 和孤老太太缠斗 好业对我 实在是千亿百胜 如今的朝堂事物繁杂 这是何必让她操心 话虽是这么说 可是 若是姑娘你以后 真有了身子 岂不是还要再瘦 我知道姑娘心里不快 可若真到了那个时候 与其弄一些 不知道根底的人 姑娘倒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过去 这些年我瞧了 咱们院里都是好的 小桃老实 崔薇姐姐管着整个院子 也是老实人 若是下人有这个意思 愿意伺候侯爷 我觉得还好 若不然 那就是拿他们当物件来使 我可做不了 联系 是我没有龙恩之量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真拿妾室当姐妹来对待 姑娘这是说什么话呢 谁也不会拿妾室当姐妹呀 可是 那到时候姑娘真有了身子 又让谁去伺候侯爷呢 侯爷的心在什么地方 是勉强不来的 她要是心里有别人 我不安排 难道她找不着吗 那若是到时候 侯爷真想要了什么人呢 那咱们 自己可得把自己的心 给守住了呀 你把自己的心 给守住了 侯爷 奴婢打水来 您洗把脸安置了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奴婢一直在这儿啊 是奴婢的不是了 天色晚了 奴婢这就退下 愿侯爷 花烛美满 多子多福 找不着 豬嫩 三更吧 三更半 小的放在去桥里 正乌路碎灯 什么 能不能说什么呀没 不知道啊 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让小泡那个傻姑娘 去打听打听啊 她 她才不是傻子 你到底打听了没有 这种屋都吹了灯了 我去不太过 快去 马上 马上